我懂了,我就回答他说,如果你有一个程式能够写一百遍的话,你就应该不用背了 那我是用我自己的角度来看 因为我这些程式真的很多其实都已经写超过一百遍 但是不是一样的东西 可是因为实物上面会用到的说 我想怎么做,我就是用 我不会就是笨笨的一直在那边吐发 我会想说,我怎么去完成这件事情 虽然刚开始比较慢一些些 有点像龟兔赛跑 可能人家跑很快嘛,开始就做了 但是呢,后面我比他快了 因为我已经把SOP变成按钮 按下去之后就完成了 那当然你要提高效率 因为如果你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而且会一直不断重复的事情 请你务必把它变成程式 但是如果你做一次的话 没关系 无伤大雅 所以有时候都是标准答案 你不要说 我看到什么,我就要想用程式来解决 我说不用吧 明明就这么简单,拉一下就好了 OK,没有标准答案 你不要说我学过VBA 我一定要用VBA解决 没有这回事 如果说函数可以解决,你用函数解决 所以见招拆招 就是说 有最后其实就无招了 没有招 就是说像那个张无忌跟张三峰的对话 他下山的时候问他说 我教你的招式你还记不记得 张无忌说我记得 你再继续练 最后的话再问一次 你还记得吗 我通通忘记了 好,你可以下山了 因为这时候你真的出师了 就是 这些东西呢 就是要给各位一些参考 但是不是固定的招式 那我们怎么解决 就是你可以先参考我的 然后慢慢慢慢的可以去练习一下 最好是暂时把我的东西忘记 然后把它写进 那做不出来没关系 再看一下好了 其实就是这样 多看几遍 OK就记得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怎么做 比如说我启动表单 我有一个顺序 那我需要什么呢 我需要的就是一个 由大到小 由小到大 第一个我需要一个表单 有没有 这地方 所以以后 基本上你当然要 设计一个界面 不过在设计界面之后的话 也有个清单 由大到小 由小到大 所以等一下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能够把这个清单放进来 那放进来的话 就是由大到小 由小到大 可以让它 那爱确定之后的话 怎么怎么去让它做动作 最重要就是说 第一个我的顺序在哪里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用回圈 再把阵列里面的 把阵列里面的值 一个一个搬出来 那这个值的话 我们有假搬一直到就是嗨搬 那这个顺序如果已经有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怎样 写一个回圈 那这里的话 我这边之前写的这样 宣告一个什么阵列 这个地方的话 比较需要知道的就是一个阵列 那实际上我们的动作是怎样 把序齿假搬 有没有一个名称 对不对 加一个木五的一个动作 木五移动到哪里呢 before before这是一个参数 就是说在哪个之前呢 在序齿一之前 就是移到第一个第一次 那再把乙搬移到第二个 再把丙搬移动到第三个 那总共要做13次 不过上面的写法 点点点是指中间都不一样的 这个是一个所谓的循序的写法 不过这个循序的写法比较笨 但是如果你完全想不出来的时候 你可以先写笨的方法 反正按一下按钮 没有人知道你怎么写的 ok 第二个阶段的话 你再去写成一个回圈 不过我想回圈对同学来说 应该是比较不容易的 但是没有办法 你如果说要自动化 讲到自动化 就一定要用回圈 为什么 因为你工作表里面可能不止 只有13行 也许你有100个工作表的话 那你要用像上面的方法 写100行程式 说真的 就是在不漂亮 坦白讲 但有没有人这样做 有 早期的程式设计师就是 反正我贴贴贴贴 然后再把名称 接接接接接 然后再1到100 也可以跑 可是问题来了 有小到大可以 那由大到小怎么办 你要再怎么样 把城市再到过来 实在是不聪明 所以比较聪明的做法是跑个回圈 那回圈里面需要配合 特别重要 如果你是一个清单的话 通常会再加一个阵列 那所以阵列